在这个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的运动当中 中国有14亿的人口 竟然没有一位青少年站出来为我们的生命的生存 说努力 嗨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欧宏毅 我是一名18岁的纯素者 临废弃主义者和气候活动家 在黎江两岸有非常非常多的 我出生在桂林 桂林是一个山清水秀城市 我可以就在学习之余 在大自然里面玩耍 这个帮助我和自然建立一个很深的连结 在这个非常有机的地球的盖亚系统里面 大自然的不同生命 它们之间相互联系 照顾 我们人类只是它的一部分 这样的体会 就从我个人的经历当中培养起来了 就巴克运动它是由全球120多个国家 超过180万的青少年 它们不论种族 不论年龄 不论国家 不论政治的分歧 一同走到街上去要求 这个目前的系统要改变 在这个全球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参与的运动当中 中国有14亿的人口 竟然没有一位青少年 站出来和其他的国家和民族的同胞们一起 为我们的生命的生存 所努力 我当时就感到很大的责任感 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抗议 再看到全球各地的青少年 他们不断地推出 他们当天游行抗议的普遍和视频 我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忽悟和振奋 所以也给我荣誓在5月14号 那天在光临市政府门口进行静作 2019年德国之声 在暴露我每周五植树的这个行动 当时在微博上面有大量的对我的批评 但是这种观念与我在线下与人交流的时候 人们体现出来对气候运动态度有挺大的不同 即使他们对于巴克这样的方式可能不认同 但是他们却非常愿意尽自己所能去帮助 2020年年底的这份在中国超过5000多名 18到24岁的生活在一二三线城市的这些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这份报告 超过60%的人认为他们自己非常了解或者是比较了解气候变化 但是与此同时有60%的人 他们认为气候变化是由大气当中的一个空洞导致的 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的矛盾 以及生态和气候的紧急状况 我们发现它只是一般在报纸的角落里面 或者是在电视里面插播的很短的一段 大部分都只是报道这个灾情的严重程度 还有损失 但是我们并没有帮助人们思考 我们为什么导致这样的危机 在世界各地越来越频繁 这人造的灾害 它就是气候变化导致频率增加的 人类的社会对于我们的生命知识系统 也就是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有剥削有压迫 而如果我们继续下去的话 那么社会最底层会受到最大的影响 而且他们此时此刻已经受到了影响 我一位朋友他尝试让BBC报道更多 关于气候和生态景状况的内容 他们虽然说做了牺牲 但是他们仍然比处在全球南方地区 以及像我去年去拜访的 被洪水冲走了 在桂林本地的居民有太多的特权 同时我也审查我自己拥有的特权 我知道如果我想去批评 现在的系统 或者说我想批评其他的人的话 那么我自己必须审查我自己 是否严寻之 如果我们继续在动作感觉 无法深思考 然后我们不会继续的迁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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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